嗨大家好,我是泡泡 有一句俗话叫做年关难过 意思是年底了,社会动荡不安 人们心浮气躁 会发生很多不可意料的事 对我们自己造成伤害 所以越是临近全民狂欢的春节 我们身边就越危机四伏 今天跟大家来盘点一下 年底了,你千万不能做这六件事情防风险 第一,年钱不要漏富 大家会发现一个问题 我们今年都很穷 各行各业都不景气 都没有赚到钱 那么同理,坏人也没有赚到钱 于是那些心术不正之徒 就会趁年前比较慌乱的时期 去搞点钱花 所以此时诈骗、盗窃、抢劫等事件 呈指数级上升 他们专盯那些看起来很有钱的人 就是表面路负的人 举个例子,在几年前 我有个朋友的哥哥 他是搞工程的 春节前,他提着一大袋现金 给工人结算工程款 他夹在自己的手里面 别人一看就知道是什么 于是被人盯上了 回家的路上被人给捅了 钱也抢了 所以年前我们大家都要低调一些 不要过分暴露自己的财物 那些一切可以透露出 你有钱的讯号都要隐藏起来 着装上要特别注意 比如说那一看就特别名贵的衣服 还有就是你拎着名牌包包 身上项链或者金戒指 金光闪闪 都很容易被别人当成目标 所以你走路的时候 要把背包置于胸前 同时要防止别人尾随 不要在公共场所暴露贵重物 出门带少量的现金 应急 尽量刷卡消费 第二不要过于相信别人 透露自己的私人信息 春节将近的诈骗分子更活跃 个人信息安全问题值得关注 当你个人信息泄露之后 轻则被垃圾短信和垃圾电话骚扰 重则被诈骗分子骗得倾家荡产 大家在年前 千万要杜绝以下这四个行为 一是随意丢弃包含你个人信息的票据 包括火车票 快递单 银行对账单等 第二你去买年货 参加商家的促销活动 填写问卷调查时 留下自己特别详细的联系方式 第三 在注册各类应用和网站的时候 留下自己的身份证 第四 免费连接一些公共的WiFi 这些WiFi可能是 不法分子专门搭建的 钓鱼的虚假陷阱 如果你杜绝以上这四种行为 你的个人信息会比较安全 你年底也会比较安全 第三 大家压力都大 人的力气普遍比较重 情绪容易激动 人与人之间比平常更容易爆发矛盾冲突 你们记得吗 在那些电影桥段当中 那些寻仇报仇复仇的人 都会选择在年底做一种总的清算 所以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不要招惹是非 远离是非之地 比如酒吧 KTV 敌厅 夜店这类的 环境杂 人员也杂的娱乐场所 尽量不要跟人结仇结怨 如果跟别人发生口角的话 争取让自己赶紧冷静下来 退一步海阔天空 不要跟垃圾人一般见识 其实有一部分人是有心理阴影的 他仇恨社会 破冠破摔 在年底的时候 他们会想办法找一些人来 发泄一下胸中的愤懑 如果你能忍一时之气 那真的可以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 咱们不要跟亡命之徒一般见识 说一个最近发生的真事 几天前我去公园散步 就看到两个陌生的人 他们因为什么事 发生了一点口角 两人互不相让 情绪激动 很快就打起来了 其中一个人 他抄起旁边的一个铁锹 就朝另一个人劈过去 顿时鲜血四溅 我当时看到之后 就觉得太吓人了 第四 不沾恶习 这个恶习呢 指的就是赌和毒 那么年前赌和毒呢 是高发的时候 越是到过年的时候 大家就越放纵 我有个同学 他舅舅过年之前 工作没那么忙了 然后整个人呢 也比之前放松了 然后就想赚点钱 回家过年 他就去赌场 每天就沉迷在里面 但是时赌时输 而且碰到庄家作局 这个是百分之百的事件 很快他把这一年的积蓄 全部都花光了 但是赌徒呢 他是不甘心的 他总觉得下一盘 可以逆风翻盘 于是他去借钱 抵押了自己的房产 还借了高利贷 四处躲藏 在去年除夕之夜 他还被人追债到家里 家人跟着受罪 担惊受怕 你看这个年过得多凄惨 然后他老婆也跟他离婚了 包括春节期间 中国人都喜欢打麻将 三圈一嘛 但是只能把它作为一项娱乐活动 不要沉溺进去 第五 年前不要深夜单独外出 年底了 不要单独外出 不要单独走夜路 尤其是女生 晚上如果你一定要出门的话 那么应该尽量避免 前往治安比较差的区域 以及呢 比较偏僻的街区 年底本身路上人就很少 你像我现在所处的北京 那么年底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回家过年了 你去外面 大街上非常冷清 那夜里人就更少了 光线又暗 对于那些想干坏事的人来讲 是非常好的机会 另外如果你夜间开车出门 你在车库锁车 或者准备开车门上车的那一瞬间 要格外留意你身边有没有人 我有个女同事 前两天晚上呢 她去她一个闺蜜家玩 她到了地下车库 停好车 准备开车门的时候 她突然从反光镜里面 看到一个人的模糊的人影 把她吓个半死 寒毛都竖起来了 所以她果断决定了不下车 赶紧开车就走了 第六 不去人员过于聚集的地方 目前新冠还在持续的传播过程当中 她不停的在变异 而且变成什么样 我们不知道 会不会演化出 更有毒性的病毒呢 这科学家和医学家都不能保证 反正国外放开的经验是 一年有四到八波感染 然后我们国家大概率 也会在春节期间 或者春节之后 迎来第二次感染高峰 那么过年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做好防护 不是不能出门 但是不要过于出门频繁 也不要去人员过于聚集的地方 目的是减少感染的次数 推迟二次感染的时间 这样就能够最大限度的 避免我们的身体受到损害 另外不去人群过于聚集的地方 一可以防新冠 二也是防其他各种各样的病毒 因为过年期间受冷空气的影响 人身体的各个器官的机能都在下降 免疫力也在下降 容易感染各种各样的病毒 就容易生很多病 好 以上就是我们避免在年底 或者年前做这六件事情 这关乎到我们能不能平平安安的过大年 希望大家都稳妥一点 保守一点 平安快乐的过春节 我是泡宝 感谢收看 拜拜 拜拜